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來繼續整理島上啦 我們上次整理了捷克房屋周圍與它的高級飯店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完成這些地方了 這次我們要整理的是地圖上的這個區塊 這邊預計要建造的主題是 史培亞的退休農耕生活 除了史培亞的房子外 我的四批角色的房子也會搬到這邊來當農社 那我們開始動工吧 我預計讓史培亞住在有三層山坡的地方 我們先從最枯燥乏味的蛙山壁開始吧 我先從最枯燥裡看 我挖山壁會先大略的把範圍圈出來 再來我們再把裡面填滿 按摩 另外我也會先預想好斜坡樓梯 到時候要從哪個方向上去 這樣我們會比較好製作出動線 為了連接旁邊的河川 我在第二層挖了瀑布 接著我們來建造第二層吧 就像上一集我想在傑克家旁邊架一座橋一樣 這次我也有想要呈現的畫面 那就是我想要在史培亞家後方做一個往上的斜坡 為了達成這個畫面 一二三層的地形都需要來回的修改 在第二層的地方 我想要製作一塊高處的流水 這樣島上才有地方 能釣得到像遠東折羅魚 這樣只會出現在高處流水的魚類 挖好後撒個魚飼料先確定一下 挖的這片水域夠大會出現魚 接下來就是放置斜坡了 這邊我要使用自然風斜坡 先把第二層連接第三層的斜坡給架好 再來我們調整一下地形架第一層連接第二層的斜坡 接著我們把史培亞的家給搬過來吧 這時候我才發現靠斜坡太近了 無法把房子移到我想要的地方 只好中間我們再加一層山壁 像這樣就是我心目中想要的畫面啦 房子後面有斜坡 為了讓史培亞的房子空間更寬一點 我們再來調整一下地形 切換成四批把房子給搬過來 我們再調整一下地形讓房子不要那麼擠吧 接著我們再為史培亞加前任再調整一下地形吧 這些調整地形的步驟雖然非常的麻煩 但為了達成我們心目中的想像圖努力一下吧 這邊我也挖個小瀑布來跟這邊的河流做個連接 這樣這邊的地形就完成了 下一個步驟我想要種植竹子 因為我的主題是史培亞的退休生活 我覺得在三層的地形中被竹林包圍 會是個很棒的居住環境 為了營造出這種氛圍 不只是房子旁邊 後面的山坡上 以及低層周邊都需要種上竹子 有些比較靠近前景的地方 我們先來種植竹筍等他們長大 搭配竹林、東方風主題的傢俱很能派上用場 特別是與三利歐聯動的大眼蛙系列傢俱 把KeroKeroKeroP走廊放在史培亞家左側 木板顏色跟史培亞家是不是意外的很搭配呢 從院子這邊放個常見庭園石 竹籃 接著鋪一些泥土路 走廊旁邊放置矮屏風 加些綠色落葉吧 旁邊圍下竹柵欄 擺放盆栽架 比較內側的小通道放個高聳庭園石 盆栽架旁邊來擺個七系竹吧 KeroKeroP的橋樑放在第二層的水邊 湖邊放個青苔庭園石裝飾 右側貼著的房子也架設竹柵欄吧 第三層基本上沒有什麼位置 但是非常適合看星星看海上風景 所以我們把這邊當成休息區 擺放竹長椅竹凳子 門口我們在簡單的鋪上上一集 我們所下載的木板 擺個門松 石水盆 門口前我想要打造一個大叔泡茶區 石桌與石凳子最適合了 這裡剛好也能放個竹屏風 在適當的地方我們來種植一些灌木吧 這種邊邊小角落都不要錯過喔 這裡放個竹燈籠當照明吧 竹子喇叭放這裡 但是我只是想要它的竹子外形喔 所以把它轉到背面就好了 門松的花是粉紅色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跟竹子意外的很搭喔 所以我想要把這邊的環境都種上粉紅色的花 第二層這裡我選用跟竹子很搭的菊花來種植 石桌上擺上竹餐盒 與中式茶具 再來我們用上一集下載的石頭路 零散的鋪在四周的地面 第三層我們來種植粉紅色的銀蓮花 第一層河邊我們來種植粉紅色的百格花 瀑布旁邊我要種植粉紅色的風杏子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竹筍的部分吧 等到竹筍長到我們想要的大小石 在它旁邊種植子以外的火樹樹苗 它就能卡住竹子繼續生長喔 讓它停留在我們希望的大小 另外砍掉的竹子也意外的很好看吧 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來做出不一樣的風景吧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整理的差不多了 我們來做最後的微調吧 第三層這邊我們放個 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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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餐台 加上甜點 走廊這邊我們來放個晴天娃娃 除屏風前面放這個石燈籠 用可愛的足球點綴一下 把石碑放在低層的門口 石培亞家附近就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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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一開始光是整理地形就花了很多時間 最後的成果非常的喜歡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把第一層農舍的部分給佈置完 要記得回來看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想法 或是幫我按個喜歡喔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